多謝主席、各位同事 特區政府制定的一系列的發展策略中 在社會、經濟、政務等各領域的工作 時常是涉及個人資料的運用 例如醫療資料的交換、電子政務、大數據資料庫、金融交易的活動、網絡安全等問題 在管理和保護上是受到個人資料保護法的制約 然而現行的法規已經是十多年前的產物 隨著技術的夾身和社會情況的演變 不少社會人士已經對相關法律的適用性提出移民 正如張德江委員長不久前訪澳所言 特區政府和立法會需要積極完善法制、清理和更新各項不合時宜的法律 以配合社會的發展做好制度性的建設 法律不合時宜造成的局限 這方面往往是削弱了政府處理事務的能力 讓政府在推進各項施政時綁手綁腳 例如部門間的資料互通、數據庫的建立、網絡、平台的構建等 很多有利於提高政府效率、推動經濟發展的措施 在涉及個人資料運用時 因個人資料保護法的滞後和不周全 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限制 所以本人建議政府應盡快開展個人資料保護法的修訂工作 除了更新相關的規條之外 亦都鑑於相關工作抗日費時 盡早開展諮詢工作 收集各方的意見 讓各界能夠有足夠的時間 充分討論將有助完善法規 使其在保障和效率間的平衡 是更易被大眾所接受 多謝 請問一下